台東悲南也傳出了災情 一名男子要到住家附近的大牌 去清理堵塞物 沒想到卻被大水給沖走 丟難人員找到他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生命跡象 另外在檳榔村也爆發了土石流 差一點衝進冰宅裡 鳳凰颱風讓台東悲南溪 吸血暴漲 悲南鄉一名五十歲的許姓男子 上午十一點左右 發現住家旁邊東城橋的大牌堵塞 導致河水淹入家中 男子想要去大牌清除堵塞物 卻遭湍急河水沖走不知去向 就讓人員到處尋找 終於在下游找到他 不過卻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凡凰颱風的大雨 也使山區土石松懶 造成土石流災情 邊南鄉檳榔村 有一名六十二歲王姓男子 因為到住家後方山坡查看水土狀況 遭到突如其來的土石流衝倒 當場導致左小腿骨折送醫 然後他的住家泥流已經衝進民宅 旁邊空地 傷者的弟弟趕緊在後山坡開避出一條排水道 還用石頭擋住泥流 就是要讓土石流改道 不要流進民宅造成更大傷害 另外台東市通往北南的台九線三百八十四K 新元橋旁邊也出現潰堤的狀況 湍急的溪水讓當地里長很擔心 趕緊聯絡公務單位到場 持續監控崩塌情況是否擴大 以免影響附近住家以及橋樑安全 記者張明哲 劉瀚林 張志雄 台東報導